长达一个星期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今天正式落下帷幕 则是朝鲜时隔五年之后 再次举办全国代表大会 而身为最高领导人的金正恩 究竟会不会修正朝鲜核武政策的方向 也备受国际瞩目 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 金正恩就介绍了不少朝鲜 在核武领域上的研究成果 并且表示朝鲜有着拥合国家的地位 虽然金正恩强调朝鲜不会滥用核武器 但在今天的闭幕仪式 金正恩却呼吁朝鲜上下 加强核战争的威舍力 向外界传递了朝鲜拥有 强大军事能力的信息 朝鲜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加强对外谈判的筹码 就拿美国来说 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拜登 那这其实就曾经称金正恩为暴君 而金正恩当时候 也直接是怒骂拜登 是一只疯狗 如今金正恩在代表大会上 第一次对拜登政府释放出了 强对强 善对善的信息 言下之意就是说 如果美国坚持强势政策 那就别怪朝鲜也拼尽权力顽强对抗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 金正恩被委任为劳动党的总书记 这也是在他父亲金正日去世了26年之后 第一次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 至于他那位曾经被视为朝鲜第二把交椅的包妹金宇正呢 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不但没有获得晋升 也没有被列入劳动党的部长名单 那外界揣测 金宇正有可能已经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这也可以在官方仪式的排位上看出了一点端倪 冰天雪地下金正恩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一起前往锦绣山太阳宫 纪念两位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 金正恩和全体人员鞠躬 并献上花篮致敬 至于早前被重用的金正恩包妹金宇正 并没有在金正恩身旁 而是站在前四排 这显示他在劳动党内的位置已经降值 另一边乡 金正恩也为朝鲜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闭幕 刚上任总书记的金正恩表示 朝鲜必须尽一切努力 加强核战争的威慑力 并呼吁大家提高国家防御能力到更高水平 才能更好的保卫国家 此外早前罕见承认朝鲜经济计划执行失败的金正恩 在闭幕前也提出新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规划 不过金正恩并没有对朝鲜和美国 以及韩国之间的关系做出任何表态